本期東南軍情都為您安排 有哪些精彩內容 因為我們講BLB這次出這個事故 從各方面透露的信息看 它是一連串的問題 美國裝甲車衝上街頭 警方無奈上演狹盜列車 能把像裝甲車輛這樣的大家伙 開到大街上 這可是一個不得了的事情 情書未見多國競標 歐洲射擊破成美軍主力 那麼現在出現了這種多家競標的一個局面 那麼我相信美國的軍火巨頭 包括它的一些大型造船廠 在造新建的時候 就不敢再獅子大開口 俄印敲定S-400交易合同 美國急不可耐出手拆台 從目前看 印度面臨著兩難的選擇 一方面它傳統的武器裝備 75%以上 要么像俄 要么就姓蘇 美國出口印度的主戰裝備 主要是一些打補丁的功能和作用 那麼現在呢 一下子六十億完全砸給了俄羅斯 那麼相關未來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 雙方我覺得這個合作 它仍然是非常密切 軍事專家陳虎 李莉 杜文龍 魏東旭為您深入解答 各位好 這裡是東南衛視 東南軍情 接下來馬上進入軍情 大家看 首先我們有請軍事專家 陳虎老師來到演武士 歡迎陳老師 好 我們來看第一條 日前美國空軍突然宣布 BLB戰略轟炸機要全部休假 原因竟然是 事關飛行員生死的 彈射役出了狀況 美國空軍近日發布消息稱 暫時停飛全部B1B戰略轟炸機 原因是5月1號 美軍一架B1B在飛行途中 遇到突發狀況 飛機緊急降落 美軍調查後認為 飛機的彈射座椅 可能存在問題 但在社交媒體爆出的照片顯示 B1B停飛不只是因為座椅出了問題 初始轟炸機的一台發動機 已起火燒壞 受該事件的影響 美國空軍約70多架B1B 需要全部停飛 B1B轟炸機是美國空軍 在冷戰末期裝備的超音速 可變厚烈翼 遠程戰略轟炸機 燃機造價2億多美元 已服役近30年 江西干州的網友 熊霸天提問 美國空軍為什麼在解釋 B1B停飛原因時 含糊其詞 到底是哪裡出了狀況 我們看呢 美國發布的這個情況呢 確實有點逼中就輕 因為我們講B1B這次出這個事故 從各方面透露的信息看 它是一連串的問題 首先發動機有一台熄火 那麼由於發動機熄火 導致飛機的乘員想跳傘 結果呢 跳傘 彈射器 彈射座椅 彈不出去 在這種情況下 某些乘員採用破壞性的 砸開救生艙的窗口 當然人還是沒跳出去 而美軍的官員在發布消息的時候呢 只是輕描淡寫的說了一下 說是彈射座椅 某些零部件出現故障 顯然有這個 避重就輕的這種感覺 那麼至於說 為什麼會避重就輕呢 這個就要從B1B的 它的江湖地位上來說了 B1B 在美軍的快速 常規戰略威懾和打擊當中 它是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地位的 如果說 彪臂趴菜了 這個事影響起來 就大了 那麼為了不造成其他的影響 把這個事盡量地 避重就輕 輕描淡寫 趕緊下輪再不扑了 最近一名美國軍人在吸毒後 偷走了一輛裝甲車 和警方上演了一場真人版的 俠盜列車獸 日前一名美國軍人 在李世滿郊外的軍事基地 偷走了一輛M577裝甲車 並帶領尾隨的警察 在高速公路和街頭 進行了兩個小時的追逐狂飆 目擊者發布的視頻顯示 警車排著長隊拉著警笛 在後面苦苦追趕裝甲車 但警方顯然對這個大鐵罐 束手無策 好在這輛裝甲車上 沒有任何武器 最終警方持突擊步槍 封鎖了李世滿國會大廈 周圍的交通 並出動一架警用直升機 使用探照燈照射追蹤該裝甲車 嫌犯被迫停車 向警方投降 警方稱該軍人是一名 現役的工兵營指揮官 海南海口的網友 風聽雨提問 這個軍官真是膽大包天 怎麼敢偷出軍方的裝甲車 其實呢 要看當時他的狀態了 我們講說 這個軍官是在吸毒之後 做的這一系列的事情 我們知道吸毒酗酒 那麼這種人的意識 它是一個不可控的狀態 產生幻覺了 對 所以這個時候 他做出什麼事 你不能按常規去推測 所以實際上這個事反映的 是美軍內部管理的 這個鬆懈和漏洞 那麼能把像裝甲車輛 這樣的大傢伙開到大街上 這可是一個不得了的事情 那麼之前美國就曾經出現過 這樣的情況 偷來的坦克 開到大街上 橫衝直撞 現在又發生了類似的事件 那麼警方如何來對付 這些鐵傢伙呢 從理論上來說呢 警方拿它基本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我們知道呢 警察他主要是針對刑事犯罪 最多針對恐怖行動 那麼除非是不行了 我請軍方來處理 就警方自己的裝備和力量來說 他是沒法處理這樣的事情 近日2018堅強歐洲坦克挑戰賽 落下了帷幕 此次比賽是冷戰後 東西方主戰坦克的又一次巨手 那麼誰能贏得這場比賽呢 我們來了解一下 近日2018堅強歐洲坦克挑戰賽 在德國的格雷芬維爾訓練場收官 包括美、德、英、法和烏克蘭 共八國參加了本季比賽 美國的MEA2、德國的豹2、法國的勒克萊爾 和英國的挑戰者2悉數登場 烏克蘭則派出了自己的特巴斯參賽 而首次參賽的瑞典車組中 竟然還有一名女性成員 本次挑戰賽設置了車組成員障礙越野 搬運零件接力跑、精細駕駛 進攻射擊和防御射擊等科夢的比賽 在進攻射擊比賽環節 瑞典坦克在500米距離上發射三發破甲彈 幾乎打中了把子的同一位置 最後德國隊獲得總成績第一名 瑞典獲得第二名 奧地利獲得第三名 上屆季軍美國隊雖然被擠出前三 但是火炮射擊成績優於其他參賽隊伍 福建廈門的網友漢匠提問 美國的M1坦克號稱世界第一 在實戰中也表現出色 為什麼在比賽中的表現 反而不太理想呢 其實這個東西有一個 大家理解上的誤區 一講到說坦克大賽 不管是俄羅斯組織的還是北約組織的 大家總是覺得是不同型號之間坦克的PK 實際上呢 這種大賽更多的是人的PK 因為他的項目的設置不可能大幅度的跨越坦克的性能 真正比賽 賽的是什麼呢 賽的是操作者的技能 也就是比的是人 上一屆的時候呢 烏克蘭使用的是特六四BV 比較老實的一個坦克 當時呢成績不太好 所以這次呢換成新的特巴斯 沒想到呢成績更差 所以說你說這是不是人的因素在裡面發揮的作用呢 更何況呢 我們講比賽這個東西它總是有概率的 就像足球一樣 不是說你的實力強你一定能拿冠軍 那麼M1坦克應該說不錯 但是並不意味著它能百分之百的拿到冠軍 好的 感謝陳虎老師的精彩解答 觀眾朋友 接下來馬上進入的是軍情大揭秘 冥軍採購數十艘護衛艦 冰海戰鬥艦或將失寵 冰海戰鬥艦被美國稱為火柴盒 一打就著 綜合作戰能力跟之前所預想的 東側海軍戰略的牟頭相比 有比較大的距離 歐洲廠商強勢出擊 百億大難將花落水家 那麼現在看來呢 義大利拿的這樣一個多任務的會見 應該說相對來講 比較靠近美國海軍最終的方案 東南軍情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各位好 這裡是東南衛視東南軍情 接下來馬上進入軍情大揭秘 據報導 美國海軍近日宣布 將在2020年選出下一代護衛艦競選的獲勝者 近年來隨著佩里吉護衛艦的相繼退役 冰海戰鬥艦的數量逐漸增加 護衛艦這個艦種似乎已經從美國海軍淡出了 但是美國海軍關於護衛艦的爭論卻並未提起 特朗普上任後呢大力推動將艦艇規模擴大到355艘的計畫 意圖使美軍繼續在海上保持絕對優勢 作為特朗普造艦計畫的一部分 此次新護衛艦的選型格外引人注目 美國和歐洲的造船公司紛紛是摩拳擦掌 爭奪這筆價值高達上百億美元的訂單 美軍新型護衛艦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海上殺手呢 特朗普是否會將這筆大丹拱手送給歐洲的軍火商呢 今天我們邀請了軍事專家杜文龍 李莉 魏東旭 為您深入解答 今日意大利海軍阿爾皮諾號護衛艦訪問美國港口城市巴爾蒂摩 該艦為意大利海軍米尼級護衛艦 是歐洲多任務護衛艦的意大利版本 意大利方面試圖通過這次訪問 為其參與美軍下一代導彈護衛艦選型造勢 特朗普上台後 為了應對潛在對手不斷增強的海軍實力 美國海軍開展了雄心勃勃的大規模造舰計劃 預計將在2050年前使艦隊規模達到355艘 其中包括20艘新一代導彈護衛艦 新護衛艦將代替目前正在建造的濱海戰鬥艦 成為未來美軍中小型水面艦艇的主力 目前美軍在冷戰期間建造的50多艘 佩里級護衛艦已於2015年全部退役 在美海軍艦艇名單上留下了數十艘軍艦的巨大缺口 有分析指出 20艘新型護衛艦的總造價高達上百億美元 在這塊大蛋糕的誘惑下 來自歐洲和美國的各家造船企業紛紛摩拳擦掌 推出了各種新型護衛艦方案 包括西班牙打算返銷美國的F100型米米宙斯頓艦 意大利米尼級多任務護衛艦 以及英國的R6型護衛艦等 就連一項在國際軍火市場默默無聞的丹麥 也禁不住誘惑推出手頭最新的 伊萬休特菲爾德級護衛艦加入競爭 而美國自家推出的濱海戰鬥艦改型方案 也將成為本次選行的有力競爭者 美軍為何要在佩里級全部退役完畢之後 才大張旗鼓地開展新護衛艦的選行呢 魏老師 我認為它主要是由兩方面的原因所導致的 那麼一方面是過度自信 另外一方面是軍種的私心 為什麼要說它過度自信呢 因為冷戰結束之後 美國海軍在大洋上 確實是一家獨大的 那麼它的航母編隊 包括它的各型的主戰艦艇 可以說在全世界範圍內 都應該是火力最強大 性能最先進的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當中 美國海軍陷入了這種迷之自信 那麼美國海軍認為在十年 或者說在二十年之內 任何其他國家的海軍都無法挑戰它在大洋 包括在這種深藍海域的一個權威的地位 但是它沒有想到 比如說像俄羅斯海軍的快速復興 包括中國和印度海軍的快速發展 那麼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它的這種過度的自信 那麼所以說它也希望在佩里吉護衛艦退役之後 重新的把這種遠洋的護衛艦把它發展起來 另一方面是源於它的軍種私心 具體而言就是美國海軍的私心 那麼暫時擱置了新式護衛艦的項目 其實它可以要到更多的錢去發展它的新式驅逐艦 比如說提升阿里伯克級驅逐艦的建造數量 那麼同時也把諸穆沃爾特級驅逐艦 把這樣的一個項目給完成 那麼在沒有護衛艦的前提之下 美國的國會包括白宮可能就要給美國海軍更多錢 讓它去造這些更大更貴的這種驅逐艦 當它的驅逐艦達到了一定建造規模之後 它才把新式護衛艦的項目提出來 那麼這樣的話就可以要更多的裝備發展經費 本次美軍護衛艦競標可謂是搶手如雲 那麼這款新型護衛艦將具備什麼樣的作戰能力呢 我們通過短篇了解一下 據報導美國海軍在招標中 要求新護衛艦具備完善的反潛能力 與反艦作戰能力 能承擔大量的海外日常巡逻任務 並且要具備一定的區域防空能力 和強大的信息戰能力 能夠融入美海軍的CEC聯合交戰體系 新護衛艦將使用最新的三面陣EASR有源相控陣雷達 該雷達採用彈化加器件 綜合性能不遜於伯克級驅逐艦裝備的 SPY-ED雷達系統 能夠在未來可能爆發的高烈度海上衝突中 有效地跟踪大量空中目標 並引導艦載標準6和ESSM導彈進行攔截 新護衛艦除了有較強的防空 反潛 以及遠程反艦作戰能力之外 還能使用濱海戰鬥艦目前裝備的57毫米 箭炮和長攻海爾法導彈 對接近的敵方小艇進行攻擊 從排水量來看 新護衛艦的滿載排水量在4000到6000噸之間 遠遠超過僅2000到3000噸級的 賓海戰鬥艦 具有更為優越的試航性與續航能力 美國海軍要求新護衛艦能夠編入 未來的遠征打擊群等水面作戰編隊 為艦隊提供有效的防空與反艦能力 並能基於艦隊網絡體系的支持 在複雜海區進行獨立作戰 從新艦較為全面的任務特點來看 該艦在未來海戰場 將扮演海上多面手的角色 此前美軍曾將濱海戰鬥艦 視為21世紀新一代的水面作戰力量 但由於任務模塊開發出現問題 濱海戰鬥艦遲遲無法具備掃雷與反潛能力 使得實戰價值大打折扣 隨著潛在對手的實力大幅提升 在可能面對的飽和攻擊面前 濱海戰鬥艦變得不堪一擊 已經難以適應未來海戰 從作戰能力來看 美軍的新護衛艦全面超越了濱海戰鬥艦 杜老師 這型戰艦會不會成為濱海戰鬥艦的終結者呢 這型戰艦從綜合能力來看 對濱海戰鬥艦有巨大超越 因為濱海戰鬥艦被美國稱為火柴河 一打就著 綜合作戰能力跟之前所預想的 棕色海軍戰略的謀逃相比 有比較大的區別 從這款護衛艦的基本功能來看 我們感覺它是一款放大充實之後的 濱海戰鬥艦 無論是在近海地區進行對陸攻擊 對海攻擊防空反倒反對作戰 都有很強的這種作戰能力和適應能力 我想隨著這種作戰艦艇的逐漸提高 大多都是在國內廠商之間展開 本次新型護衛艦競標 要求以現有船舶設計為基礎 設計新一代多用途導彈護衛艦 取消了此前 以濱海戰鬥艦艦體為基礎的要求 這是新型護衛艦研製項目中的一個重大變更 除了美國本土廠商的方案之外 在訂單的誘惑下 各家歐洲廠商紛紛跟進 由於美軍要求必須基於成熟的設計 使得尚未建成的英國二六型護衛艦 面臨出局的境地 另一句報道 美國通用動力公司近日宣布 該公司將與西班牙納凡地亞船廠合作 將以西班牙F-100型護衛艦為基礎的方案 參加美國海軍未來導彈護衛艦競標 F-100型護衛艦裝備了美國製造的 宙斯頓作戰系統 設有48單元的MK-41垂直發射系統 能夠兼容美國海軍現役的導彈武器 而意大利推出的則是本次訪問美國的 米尼級護衛艦的改進型 該艦滿載排水量達6700噸 是本輪競標中最大的一種方案 雖然擁有不俗的作戰能力 但與參與競標的丹麥 伊萬休特菲爾德級護衛艦相同 米尼級如果要落戶美國海軍 必須更換於美國兼容的 指揮與武器系統 將造成不小的延誤 按照美軍的要求 整個護衛艦設計方案的選行時間 只有18至20個月 到2019財年 首批兩艘護衛艦的訂單 就將開始建造準備 如此緊張的研製進度 將使得歐洲廠商 面臨的壓力進一步增大 此次護衛艦競標 原本是在美國國內展開 美國政府為何又要 開放國外廠商參與呢 魏老師 那麼我認為開放國外廠家 去參與新式護衛艦的競標 應該是美國政府 要給美國海軍施加一定的壓力 因為以前或者說最近這些年 美國海軍的一些大項目 都出現了預算和製造成本 建造成本嚴重超標的一個情況 無論是福特級航母 還是諸摩爾特級驅逐艦 甚至包括濱海戰鬥艦 不僅造價和成本大幅度的飙升 而且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 那麼既然美國海軍 在成本控制方面 難以達到政府的要求 或者說他花的錢太多了 那麼美國政府包括白宮 可能也希望通過引進國外廠商 比如說一些歐洲公司的 這樣的一種競標 能夠讓美國海軍少花一點錢 因為原來主要是由美國的企業 或者是美國的船廠 去造這些新式的大型的主戰艦艇 那麼定價權只在一家手中 無論是政府還是海軍 基本上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 那麼現在出現了這種多家競標的一個局面 那麼我相信美國的軍火巨頭 包括它的一些大型造船廠 在造新艦的時候 就不敢再獅子大開口 由於國內軍火商的阻撓 美國一直不願意引進國外的武器裝備 此次護衛艦競標 無疑讓歐洲軍火商看到了進入 美國市場的絕佳機會 上世紀80年代末 美國根據新世紀作戰環境 提出了FF-21護衛艦方案 它具有均衡的防空 反艦 與反潛作戰能力 不過由於美國海軍認為 FF-21不適合新世紀作戰要求 轉而言至並建造了濱海戰鬥艦 並且在2015年 退役了最後一艘佩里級護衛艦 由於美國國內企業 沒有現成的護衛艦型號可選 本次競標也被視為 繼美國空軍KC-X加油機競標後 歐洲軍火商最大的機會 此前歐洲廠商差點打入 美國空中加油機市場 2009年2月 美國空軍宣布 歐洲KC-30方案獲勝 美國諾斯羅普格魯門公司 和歐洲EADS公司組成團隊 與美國空軍簽訂了價值 高達400億美元的加油機訂單 然而好景不長 失敗方波音公司 已受到不公平競爭為由 提出了抗議 迫於壓力 美國空軍最終不得不宣布 波音KC-46加油機中標 EADS最終鎖雨而歸 本輪美軍新護衛艦的競標 將使美歐軍火商 圍繞這筆上百億美元的訂單 展開新一輪的博弈 本次美國下一代護衛艦競標 美歐居火商都帶來了各自的設計方案 李老師 您覺得誰最有可能獲勝呢 那麼現在看來呢 意大利拿的這樣一個多任務的會艦 應該說相對來講 比較靠近美國海軍最終的方案 首先我覺得是它的成熟度 因為呢 這艘就是這型吧 多任務會艦本身 從意大利海軍來講呢 已經建造了19艘 而且19艘沒有什麼其他的毛病 所以說從大的這個成熟性來講 我覺得首推的就是它 那麼另外呢 第二就是它的價格 它價格呢 現在因為艦的數量多了以後呢 它的成本已經降下來 單艘報價是6.7億歐元 如果說折合美元 它是7億美元 這個完全符合美國海軍的預期 因為美國海軍呢 最初定的這個標準 就是不能超過10億每一艘 那麼這個呢 我覺得它應該說是最接近它的標準的 而第三個呢 就是如果說從未來這個作戰需求啊 美國這次的招標呢 它最重要的就是定義的 這新一代的這種護衛艦 首先呢 它是能夠滿足美國航母作戰的 這樣一個編隊需要的 就是它既可以編給編隊作為防空艦 那麼另外呢 它還可以自己來作戰 也就單獨作戰 所以按照這樣一個需求呢 我覺得目前呢 意大利的這行線 應該說它相對來講 具備更好的一個前景 美軍新型護衛艦的選型大幕才剛剛拉開 美國針對印度購買S-400防空系統的交易 又有了新動作 美國到底是在下怎樣的一盤棋呢 印度豪製60億美金採購S-400 美國揚言將制裁印度 如果說在這樣的一個問題上得罪了印度 那麼印度後續在這種印太戰略的框架當中 不合作或者說直接提供了更多的阻力 那麼我相信美國是得不償失的 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更名印太司令部 印太戰略還將怎樣布局 結果美國在亞洲的戰略會從一洋戰略 變成兩洋戰略 基本目標是讓太平洋不太平 太平洋加印度洋依然不太平 東南軍情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近日俄羅斯和印度即將正式簽署S-400的導彈採購合同 然而誰也沒想到的是半路卻殺出了個成咬金 據稱美國可能會以違反對俄制裁法案為由 懲罰印度 對此印度防長西塔拉曼明確表示 印俄的防務合作是一種經過時間考驗的關係 美國此舉不會阻礙印俄展開正常的防務合作 此外美國防長馬蒂斯於近日在夏威夷宣布 美國太平洋司令部正式更名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 有外媒報導稱太平洋司令部的防務作戰範圍 原本已經足夠廣泛而且名氣也足夠響亮了 美軍卻還想要將它的管轄地理概念擴大 那麼俄印之間正常的武器交易 為什麼會被美國橫插一角 這是否與美國構建印太超級戰區有關 在特朗普政府大力推動的印太戰略構想下 印度又將何去何從呢 據俄國防部內部人士透露 俄印關於購買S-400防空系統的談判 以取得進展 印度決定將以62億美元的價格 購買四個團的S-400防空系統 以及一個混成強化團 如果這筆交易獲得印度內閣安全委員會的批准 它的最終決定權將會交給印度總理莫迪 並可能在今年10月份召開的俄印峰會上正式簽署 但對於這筆意料之中的巨額軍購交易 美國的態度似乎變得不夠淡定了 今年1月 美國的《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案》正式生效 該法案授權特朗普政府懲罰與俄羅斯國防或情報部門 進行重大交易的公司和國家 也就是說 如果印度確定此次交易 理論上有可能遭到美國的制裁 對此印度女方長西塔拉曼明確表示 在我們與美國的所有接觸中 我們非常清楚地解釋了 印度和俄羅斯的防務合作是如何進行的 這是一種經過時間考驗的關係 印度與俄羅斯的關係是持久的 美國對俄羅斯公司的制裁 不能影響印俄防務合作 美國作為第三方 為什麼會蠻橫地對俄印正常的導彈交易 指手畫腳 甚至是橫加阻攔呢 如果美印繼續為此鬧下去的話 印度會不會屈服呢 李老師 我覺得這次印度冒出採購S-100 確實對美國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因為前段時間大家知道 土耳其剛明確地提出了S-100的需求 所以如果說印度也採購的話 那麼光是這兩筆軍國的大單 加起來將近100億美元 我覺得這個對於俄羅斯來講 目前是一個很好的輸入 就是整個一個輸血的過程 原因在於美國從今年開始 又進一步地加大了對俄羅斯的制裁 所以美國目前它所謂的制裁法案 就是我正在制裁俄羅斯 那麼所有國家只要你俄羅斯有軍火的貿易 那麼都應該在這個制裁範圍之列 所以顯然按照這樣一個標準 印度這次是符合美國這個制裁的方案的 但是呢我覺得它為什麼之所以非常難進行啊 主要原因在於印度洋上 我們知道最大的一個國家就是印度 那麼從這樣一個大的背景考慮呢 我覺得目前呢 美國更多的可能還是一個虛張聲勢 就是我需要表明這樣一個立場 表明一個態度 當然如果說靠這個強大的壓力 我把這個軍火的貿易給攪黄了 那當然好 那攪黄的起碼表明了美國應有的立場 但是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呢 我覺得它很難達成它相關的一個目的 俄印S400導彈交易在外界看來 似乎是俄羅斯在漫天要價 但在印度來看 俄羅斯幾十年來 對印度國防的實質性幫助 比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大 這讓印度更願意信任俄羅斯 近年來 美國向印度出口了大批先進的武器裝備 比如C130J戰術運輸機 C17戰略運輸機 P8I返潛巡邏機 特倫盾號兩棲船物運輸艦 阿帕奇武裝直升機 CH47重型運輸直升機 M777超輕型榴彈炮 魚叉反艦導彈 MK54輕型魚雷等等 大量美式裝備使得美國成為印度的 第二大武器來源國 直逼俄羅斯 此外 美國還準備向印度出售武裝無人機 航母電磁彈射器 F16 F18戰機的生產線 甚至是F35隱形戰鬥機 美國這樣處心機率 拉攏印度 就是想擴大對印度的武器出口 讓印度的軍火市場和武器體系改姓美 為將來更大的軍火訂單做鋪墊 例如 美製的愛國者導彈 愛國者的基本技占助性能 與S400相當 兩者對於印度來說沒有本質區別 美國國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 馬克桑伯 在接受印度媒體採訪時表示 美國對印度領導層 採購S400的決定感到失望 他直言 這可能會危及美印之間的防務合作 和技術共享 包括印度希望向美購買的 守護者海上巡邏無人機 不過 對於制裁印度 美國國內還有反對聲音 美國防長馬蒂斯就呼籲國會 向印度提供豁免權 印度官員也承認 沒有俄羅斯的零部件和維修 我們的船不能航行 飛機飛不了 美國希望我們做地區安全提供者 也將無從談起 美國聲稱印度違反了對俄制裁法案 卻又提出要對印度網開一面 給它豁免權 魏老師 為什麼會有這種矛盾的心理呢 那麼首先我認為 這種矛盾的態度應該是潛在作怪 因為印度它每年的國防采購經費非常多 那麼印度這塊誘人的軍火蛋糕 美國的防務企業可以說是垂涎三尺 那麼現在即使印度也保持了和俄羅斯的這種防務合作關係 包括購買了很多俄制的先進武器裝備 但是美國方面也不敢制裁印度 因為一旦制裁印度 印度就會封閉自己的軍火市場 讓美國人切不走自己的這種軍火蛋糕 那麼除此之外呢 在戰略上 美國現在也是有求於印度 因為美國剛剛提出的印太戰略 需要印度在軍事層面進行配合 如果說在這樣的一個問題上得罪了印度 那麼印度後續在這種印太戰略的框架當中不合作 或者說直接提供了更多的阻力 那麼我相信美國是得不償失的 現在的印度對於美國而言 既在經濟層面上意味著一個富有潛力的市場 也在戰略層面上代表著亞洲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從6月7號起 美日印三國海軍在菲律賓海舉行了年度馬拉巴爾演習 馬拉巴爾演習始於1992年 至今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了 該演習原本是美軍與印軍在印度洋舉行的雙邊演習 2014年日本正式加入演習 作為美軍在印太海域與地區大國合作的重要體現 從2016年開始 馬拉巴爾演習從每兩年一次改為一年一次 在太平洋和印度洋輪流舉行 從科馬上看也在逐年升級 今年的演習主要包括水面站 反潛站 海上封鎖 巡邏 侦察和登林拿捕等科目 具有較強的實戰意義 美印軍事合作不僅有越來越熱絡的軍事演習 還有實質意義的雙邊合作協議 美國的目的也很簡單 明確 正如華盛頓智庫 大西洋理事會在名為 將印度由平衡勢力轉變為領導力量的報告中所說 美國一直努力想把印度打造成為 亞太地區及日韓之後的另一個重要支點 但是2014年之前 印度一直沒有積極響應 因為當時的國大黨政府很清楚 遏制中國並不是印度關注的重點 但是2014年人民黨上台後 美印關係出現了實質性進展 2016年8月 美印正式簽署了後勤保障協議 允許兩國軍方使用對方的軍事基地 進行後勤作業 顯然這對美國來說 遠比對印度有益 美印雖然不是盟國 但印度得到了準盟國的待遇 美印兩國近年來各種演習的力度不斷加強 也簽訂了一些重要的雙邊軍事協議 李老師 這是否說明美印正在逐步走近呢 美印正在走近 我覺得是一個不真實事實 因為從這幾年 包括莫迪的訪美 包括美國不斷和印度之間的軍火貿易的升級 我們可以看到很清楚 美國軍火商大量的向印度輸出的高端的裝備 就包括今年年初的阿帕奇的生產線 包括去年曾經承諾的F16 F18的生產線 也包括P8反潛機 什麼C130 C17 如果我們把這一大堆的東西都放在一起 我們會發現美印之間這個合作 確實是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但是我們會發現今年的馬拉巴爾演習上印度 他參加的艦艇的數量減少了 而且吨位也減少了 也就是說他整個還是有一個收縮的態勢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安排 我覺得恐怕和今年的中印之間這個管道有關係 因為大家知道今年習主席和莫迪在武漢是見面的 我們現在兩個大國 特別是兩個亞洲的最大的發展的國家 我們保持良好的邊境關係和區關係 這個對兩個國家來講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這個大的背景之下 那麼印度他也不可能盲目的就單權 就是直接我就把中國撇開 直接和美國綁在一起 這個實際上它是不符合印度的戰略利益的 我們通過這次印度又採購了俄羅斯的S-100 我們就會發現印度現在它的策略 仍然是非常明確的 就是大國平衡 我和中國關係不錯 和俄羅斯關係也不錯 和美國呢 我也保持適當的這種聯繫 這個實際上最終的目的呢 它是為了印度自己 隨著亞洲的崛起 特別是中國的崛起 讓長期習慣一家獨大的美國感到了危機感 於是 美國開始炒作一個地緣政治噱頭 這就是所謂的印太戰略 去年11月 在特朗普首訪亞洲之行時 特朗普本人可以說是言必稱印太 炒作意味濃厚 此後的兩個月 特朗普政府緊鑼密鼓地 推出了三個重磅戰略文件 國家安全戰略 國防戰略 和核太史評估報告 三個報告從整體國家安全 國防和核 三個視角 確立了美國的戰略和政策 他們將對美國正在加緊實施的印太戰略 提供指導和支持 5月30號 美國方展馬蒂斯 在夏威夷珍珠港宣布 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正式更名為 美軍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 菲利普戴維森上將接任更名後的 印太司令部司令 其前任哈里斯上將 已被提名為下一任美國駐韓國大使 美國新改組成立的印太司令部 目前的責任區涵蓋了西齐亞丁灣 東至美國西海岸 南北縱貫兩極的龐大區域 幾乎相當於整個地球表面的一半 整個轄區覆蓋了全球50%的人口 還有兩個被美國列為大國競爭對手的 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甚至在美國列出的 所謂對美五大重大威脅中 除了伊朗 剩下四個都在新戰區之內 可見這個新戰區的重要性 雖然這次更名主要是象征性的 因為太平洋司令部總部的轄區 本來就包括印度洋地區 但美國至少在表面上 將印度洋和太平洋等同看待 意味著特朗普政府大幅提升了 印度洋的戰略地位 印度洋是距離美國本土最遠的大洋 美國與印度洋沿岸國家的經貿往來也不多 但美國對印度洋地區的重視程度 卻非常的高 杜老師這是為什麼呢 首先是美國戰略方針正在崇毀 所謂的亞太向印太轉移 如果出現了這種轉換 最後美國在亞洲的戰略 會從一洋戰略變成兩洋戰略 基本目標是讓太平洋不太平 太平洋加印度洋依然不太平 另外呢 從整個印度洋的位置來看 它靠中東很近 如果能夠在中東地區遏制俄羅斯南下 在西邊有北約 在東邊有美日重盟 如果在南邊結合所謂的中東 以及印度洋進行圍堵 這樣俄羅斯生存空間就會受到重大擠壓 完全符合美國所謂大國境 好的 感謝各位老師的精彩解答 也感謝您的收看 聚焦軍事新聞 關注創業資訊 感謝3158創業信息網站 大力支持 今天節目就是這樣了 歡迎您在下週六晚的同一時間 鎖定東南衛視 東南軍情 我是梁秋雨 下週六